欢迎收看今天您听一下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的投票 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现在华尔街有许多大佬都呼吁说 其实不一定要投给拜登跟川普 呼吁可以去支持新的候选人 另外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这个麦当劳他其实来自于在食品的一个获利 只占他利润的大概就是八分之一左右 那么其实麦当劳主要的一个获利 都是靠着房地产 另外纽约时报报导说 中国现在出现了资金大外流的情况 而且这个金额甚至高达了数千亿美元 另外台积电影董事长刘德英 他说现在在全球前二十大的半导体公司当中 已经出现了这个Fabless的公司 那么尤其预估在未来五年的时间 这个系统公司成长的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七 另外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说 美国的晶片如果说真的要摆脱中国 要独立的话 恐怕要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时间 这是代表美国制造现在是跟不上需求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金周刊顾问林洪文 大家晚安 财经专家游廷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谁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家晚安 好我们先请教廷号 现在为什么华尔街很多的大佬都认为说 其实我如果要选总统 不一定要选这个拜登跟川普 他们希望会有新的候选人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一个已经81岁了 那大家不要觉得说 川普看起来比拜登很年轻 川普其实只比他小四岁 77岁 两个人都老人了 只不过川普看起来身体稍微好一点 但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这两党的目前的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整体基调对于美国经济来看 都没有太大形式的变化 因为他们就是传统的一个 左派的经济政策 和右派经济政策的区别 所以这一次不管是小摩的执行长戴蒙 或者避险基金经理人艾克曼 就是最近在做空30年期国债 在第三季大举获利的这位基金经理人 都希望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能够提名 现任总统以外 以及前总统以外的候选人 至少给一点新的花样 但我们先承认一件事情 虽然时间线第一 离台湾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 第二离美国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 但是通常美国的政治周期当中 不会太为显著的改变 股票市场上行的迹象 我具体来讲 我们以美国的明目GDP的总额 来做观察 基本上从1930年代以来 美国股市是隔几年 就在一个创高格局 所以你才会了解到 不管是川普时期 当时看到16年到20年 或者20年以后 美国股市一直都在一个 显著的冲高格局 其实在川普的话 他过去是大打经济牌 其实经济差 是不是在他任内 是真的表现不错 有人觉得2018、2019 当时如果跟其他很多国家相比的话 美国经济表现 的确是比较亮眼 对啊 18年美中贸易战 结果人家都说贸易战 最后加税会加到自己头上 就他造就的反而是 我们观察到的就业回归 而且在2020年 海量货币宽松之后 在川普任期内 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性高了 那在整个2021年 拜登上任之后 股市是持续的冲高 虽然在2022年经历过 一定程度的熊市修正 但是今年又再持续挑战回前高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才想说 美国股市经常有一个名词 叫做三代牛 这在台北股市 或者日本股市不会见到 什么叫三代牛 就是三代能见证的牛市 很多人是 这个儿子很喜欢投资 但是爸爸觉得 股票市场有风险 那个时候我们在12682 这样摔下来多惨 但美国股市不一样 不只是儿子的爸爸 儿子本身以及他的阿公 都认为美国股市 长期就是向上 OK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竟然美国的明目GDP 长期在一个显著的上行格局 我们从股票市场来做观察 也是一模一样 红色区块是属于共和党总统 蓝色区块属于民主党总统 所以你不管是雷根 劳布希 克林顿 小布希 欧巴马 川普拜登 基本上几乎每一任总统之间 他都会见证到自己创牛市的一天 创历史新高的一天 所以下一任总统 不管是不是拜登还是川普 基本上都有机会 能够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谁当都差不多 所以谁当都差不多 他只是经济政策的区别而已 我们具体来观察 基本上长期而言 股市是一定创高的 只不说短期而言 他们两者采取对于 经济政策的想法 可能会导致短期的副作用 副作用可能会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 川普他的党派是共和党 他的倾向就是标准的 右派经济思维 那右派和左派的经济思维 一个是从我们讲的top down 一个是我们讲的 就是从底层由下而上 来进行经济的拉抬 那么什么叫做top down 就是川普经济学 右派经济学他认为 我们应该由上游端 让这些资本家 能够减免一些税率 减少政府的管制 这个时候你上游 主动赚钱之后 他自然会有超额的获利 能够分配给下方 那这个时候底层人民 才能够受到减助拉抬 但是拜登政府左派政策 很明显想法不同 他是由下而上 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带头 我们要增加社会的福利 我们要进行政策的补贴 所以你看到这几年 有很多基础建设法案 或者美国的晶片法案 他目的是什么 我不要针对资本家 我甚至针对资本家 我是采取征税态势 来扩大我的政府收入 我扩大我政府收入之后 我直接进行底层人民的补贴 所以我进行社会福利的支出 我做了很多基础建设 我直接把就业给带起来 但川普政策 他就比较不一样 他是希望借由大幅减税 法规松绑和自由贸易的态势 那他两者导致的 负责动不太一样 正由于川普 右派经济学的政策 他是主张进行松绑 也就是不要对于 社长太多的关于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借由资本家的松绑 使得资本家 更愿意去炒作金融资产 那就非常有可能会找到 金融资产上行的速度 会因此而加快 但是拜登政府 你也不要觉得 他好像采取左派政策 对于市场而来讲就是好 他一样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在拜登政府期间 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 大规模财政补贴 他造成的就是直接通膨 你说川普他也有利于有钱人 有钱人也开始进行炒作 为什么川普 比较难形成通膨 拜登比较容易形成 因为川普他所形成的通膨 是属于金融资产的通膨 我炒股票炒高了 他基本上是不记录通膨的 房价其实也不记录通膨 房租才记录 但是拜登政府 他是直接给你发支票 所以这个时候 他引起的就是实体民间 所造成的通膨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两者可能造成的副作用不太一样 但是对于股票市场 都有显速的拉抬作用 最后就是对于 整个政治周期的想法 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总统任期 因为有四年 所以通常美国股市会用 这四年的总统任期 来进行回撤 那你看其中选举年的第四季 往往是表现最为亮丽的 什么时候是其中选举年 就是2022年的第四季 去年的第四季 你看去年第四季 美国股市是不是涨幅非常亮丽 答案是的 一路挡到今年一二季度 都在一个创高格局 所以今年一二季度 涨幅也很亮丽 但是在通常总统第三年的任期 就是2023年的三季度 通常在涨高之后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卖压 开始涌现 所以三季度开始回跌了 四季度再度冲高 所以我现在的预估 如果按照总统选举年 历年的季度回撤来做表现的话 一季度通常要休息一下 最近涨太多了 但是明年二三四季度 会稳步的向上 最后在四季度 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点 做最后一步的冲高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明年虽然一季度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二三四季度 我觉得是有机会看到美国股市 在拜登任期内再创历史新高的 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另外就是大家也还是很关注的 就是通膨 那么还会不会升息这样的问题 在先前一连串的升息 为什么对房地产 所造成的冲击 在美国跟在欧洲 表现是两样情 欧洲的部分 奥地利的房地产的巨头 竟然是宣布破产 那么理由是 他们资金筹措不到 没错 所以基本上很有据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 市场联准会已经升息 超过五百个基点了 所以照着来讲 应该对于信贷市场 有一点钳制的作用 你说消费好像感觉还不错 那可能是比较慢反应 可是跟信贷市场 跟利率市场 最联动的房地产市场 应该要非常明显的反应 的确 其实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一整年 跟台湾差不多 都是处于高度量缩的情况 没什么人在交易 为什么 现在30年期房贷利率 美国是8个percent 那多数人又采取固定利率 没有什么人愿意 把利率守在这么高的区间 但是在量人高速急缩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的房价在9月份 标普习乐全国房价指数 年增率3.9% 月环比甚至有0.8% 什么意思 美国房价在今年9月份 创下历史新高 这就非常有趣的情况 因为照来讲 市场上都已经没有买气了 为什么房价 还能够显著的冲高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区别来看 因为美国习乐房价 全国房价指数 它主要说统计的权重 是属于我们看到的house 也就是属于独栋别墅的 美国这样一栋一栋的 但是美国其实在近年来 城屋库存大幅攀升的 其实属于apartment 也就是公寓有在上升 而现在我们为什么看到 美国习乐全国房价指数 在攀升 的确因为美国在house 独栋别墅的 城屋库存还在往下掉 我们具体观察 美国的现有的房屋供应量 你看当时在07年08年 整体库存月数是多少 是12个月 也就是一间房子 你大概要挂个12个月 才有人来看把它给买掉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从2010年采取监管以后 市场上就没什么人 愿意去新建house的 大部分都是新建公寓 这就导致整体房屋的供应量 快速的递减 一直到目前仍然属于历史 2020年以来的新低 这说明什么事情 现在只有三个月 你要三个月就可以把房子销售一空 现在的情况 当然会造就美国的全国房价指数 持续的冲高 所以它算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现象 就是公寓价格 其实已经没有在创历史新高了 但是如果是存房屋价格的话 house的部分 还在创历史新高 这个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但是它也是属于量数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值得留意 但是欧洲就没这么好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到欧洲 昨天所传出的新闻 它的不动产和零售的巨人 SIGNA 不堪借贷成本快速的攀高 最近宣布破产了 那其实SIGNA 它是在整个欧洲地区 它是零售商的一个龙头 有非常多的百货公司 还有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建案 其实都是属于SIGNA所兴建的 它算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建设集团 那这一次爆发破产 会让市场担心 会不会它已经出现这种 明显的信贷违约的情况 它会一路的连锁下去 答案是 就是说整个欧洲市场当中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小型建设公司开始破产了 那市场现在就要关注 到底SIGNA 目前的破产 是因为现金流来不及付 所以破产了 还是它已经完全 资不抵债而破产 如果连它都资不抵债 那一定一堆建设公司 都资不抵债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法国 德国 目前不管是综合品牌 制造业品牌 还是服务业品牌 全部掉到50以下 进入到紧缩周期当中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反而要观察一下 这一波我认为 很有可能优先降起的 大家都期待 连总会要降息 连总会要降息 很有可能是欧洲 为什么 因为欧洲的通膨率 其实也从当时的顶峰 大概11个percent 现在下滑到 接近4%左右 如果下行幅度 能够持续加快的话 欧元区搞不好 会率先开始进行 预防性的经济 我们讲的利率预期的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欧元区有过去生息生的过猛 有一个主要原因 他看的是整个欧洲地区 他不能只看德国 他不能因为一间房地产倒 他就决定要松绑 他必须确保整个物价 能够持续下行 我个人认为 物价目前已经在一个 显著的下行区间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美国的房市 跟欧洲的房市 他其实走的方向不太一样 欧洲的房市 甚至比美国房市 还要相对危险一点点 所以美国是相对比较 健康 健康一点的 所以麦当劳也是因为 这个麦当劳他应该是靠本业 这个食品的部分 但没有想到他们 其实最主要的获利来源 竟然是房地产 没错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麦当劳在各国地区 都有显著的差弃 通常就是麦当劳会设的地点 周边都能够引起 新一波的商圈 其实整个麦当劳的食品销售 很久以前就已经确定了 就是麦当劳 只占麦当劳利润的八分之一而已 现在你看麦当劳前三季的租金收益 是来到73亿美元 大概占了总公司 收入的三成八左右 所以一间食品公司 它有四成的营收 都来自于租金 你就可以了解到 虽然我们都说 美国的商用不动产 这几年过得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 但是好像整个麦当劳 过得还不错 那就要区别 到底我们讲的 商用不动产的定义为何 你可以观察到 像美国现在西岸的 商办控制率 旧金山的部分是两成二 一百间办公室 有二十二间是控制的 五分之一都控制 对 湾区的部分18% 圣地牙哥18% 洛杉矶16% 像其他西雅图 丹佛 或者波特兰等等 我们都可以观察到 非常明显的控制率 大幅攀升的一个迹象 但是刚才有跟投资朋友提到 现在美国 商办控制率显著上行的 是集中在办公室的部分 创下近几年的新高了 可是麦当劳是什么 麦当劳是属于 零售型的商用不动产 零售型商用不动产 还有一些工业 物流中心 或者我们看到多户型的 也就是住商混合的 目前并没有太明显的 飙高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商用不动产当中 目前真正在美国市场当中 比较严重的 只有真的是做白零的 其他的商用的不动产 物流中心 零售商等等 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 所以在全球的方式当中 陆续都已经开始 遭受到一些冲击 但是只要美国还稳住 就如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对于股票 对于资本市场的伤害 其实就没有想象中来得高了 刚刚提到的我们看到 是在麦当劳的一个部分 那么麦当劳 其实在他们的一个经济母 最主要是来自于 在房地产这一块 现在他反映的也是 美国的房地产 目前来看是相对还算健康的 不过相较之下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就比较岌岌可危 而且纽约时报也报道说 中国富豪 现在已经趁着中国 结束长达三年防疫 清零政策之际 把他们数千亿的美元 陈燕 现在是转移出境了 所以他们到国外 他们大买海外的公寓股票 还有保险 好 你知道这个部分的金额 有多少吗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 他所统计 每个月有500亿美金 可是这里让我们不 很难理解的是说 可是每个人不是 你的那个外汇汇出美元 每个月每年只有5万美金吗 那你怎么可能 每个月有500亿美金汇出去 那实际上金周刊 也做了一篇报道 他就提到很多人的做法 可能用一些带一些金条 外币 因为其实如果你金条 带的不多 或是你外币带的不多 或是我把它变成珠宝 或者是这个首饰项链 可能还不会被查 甚至就我知道 最近有非常多的 中国民众 跑到香港银行去开户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 早上8点以前 你没有先排队 你当天应该不会开完 因为人太多了 开户干嘛 买保险 然后他们大量买了这些保险 尤其是他们说从今年 这个人数特别的多 然后他买都几万美金 几万美金的额度在买 买了以后做什么 基本上目前资金还能够 从中国汇到香港的 就是买保单 他买了保单以后 你也拿不出钱 对不对 直接保单直接 是不是就掉现金出来了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用保单去借钱 这个我非常清楚 是因为过去有很多朋友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或是他在中国大量的买黄金 拿到一个黄金的凭证以后 到海外 比如说到日本 他再把它兑现 这个时候他就会拿到 大量的现金 可是拿了这些现金要干嘛 他们就去买这个不动产 你看这个是东京的房地产公司 神据妙算 他说最近中国的民众 大量的到日本去买不动产 当然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东京的房地产的一个结构 相当的迷人 不但就比较起来 品质好又便宜之外 现在日元也相对便宜 那他就说这种300万美金 300万美金大概 台币大概6000万 那你到东京 可能能买什么不重要 他的重点就是 能够把我的钱买进不动产 那你这里就很奇怪了 因为这当中 在这个报道里面 纽约18报道里面 他特别谈到 这些资金流出是 中国家庭跟私人企业 那他们为什么要 大量的把资金移出 然后去买这个 海外的一个不动产 当然你说 第一个可能投报率 没错 在中国现在的股市的下滑 房地产的下滑 资金放在哪里 好像都不安全 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共同富裕 我的资金 要不然你说我买不动产 我一定要这么大老远 大费周章 绕到海外去买吗 我不能买中国的不动产吗 中国不动产的价格在下滑 我理解 这还有一个原因 叫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我资金 如果能够搬到海外去 被富裕的 被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就会降低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你看这是金中刊 他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报道 最近很多的企业 不是都被查税吗 我们讲富士康被查税 这不是单一个案 而是几乎现在被抽查的 比例很高 很多富士被查税 对 抽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 我就抽到你 结果100加7 有99家被抽到 现在是反而没被抽到的 恭喜恭喜 为什么我讲抽查这件事 现在变得很严重 原因是这样 抽到的第一阶段 你自己查核 你们公司的财报有没有问题 财报包含了 你的内部的账 还有上下游之间 往来的一个金流 你有没有漏报 你该脚的税有没有没脚的 好 我们就自己很认真地查完以后 要补缴自己赶快去缴一缴 对 赶快缴 好 那我们就很认真查 那查出来的金额 不过就5万 人民币举例 然后就跟这个主管机关 什么书记 什么书记报告 他连看都没看 直接推到一边 他说我给你这个金额 你再仔细想一下 是不是要补到这里 可是我漏查 如果你要继续这样 我们可能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查核 什么叫第二阶段的查核 大动作的国税局整个进来以后 注到公司 对 进公司 那不得了 所有的账册电脑的明细 往来银行的金流 就不是这个金额 所以你就乖乖的怎么样 你本来自己查5万人民币 他后面看多一个零 你要不要补 你要不要跟着补上去 他们发现说 确实彼此之间问了一下的结果 大部分人都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这代表什么意思 真查核还是假查核 以查核之名 行什么之实 行什么之实 简单来讲就政府缺钱 那也要把财务的漏洞补起来 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 叫你捐款 跟你说我缺钱 所以用查税的名义 就查税 查税当街头 我要你补这个数字 你自己觉得合不合理 合理 是你自己要补的 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如果你不补 我们就往第二阶段查 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 但为现阶段来讲 很多的中小企业 面临到被查税甚至 当然现在的中国市场 他们的监管机关 开始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叫打击大型企业 拖欠中小企业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这里面很有趣 他不是在跟企业查税吗 大企业要查 中小企业要不要查 也要查 查了结果发现 中小企业没钱 那你怎么会没钱 因为大企业欠我钱 所以他这个时候 你看这很满有趣 就你大企业 欠中小企业的款 赶快补一补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跟他查税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整个结构 这样下来 是不是已经 怎么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是不是真的很严重 所以很多资金 现在要赶快 往海外去找出口了吗 资金外逃 刚才你 我在 你刚才问的就是说 你刚才在讲这个 投资东京不动产 为什么不投资在 自己本国的不动产 其实中国现在房地产的债务 57兆快要崩盘了 对不对 甚至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这个白名单 地方债也有高达9兆 这个不能报 债务是这样子 只要继续还 就没有爆雷的问题 利息付得出来 你都没有拖欠就没问题 可是只要拖欠就会有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请 银行业伸出援手 可是你施压银行业 等于让银行失血 所以现在银行 开始出现面临损失 开始在裁员 所以房地产的问题 已经开始外溢了 你看地方很多小型的银行 不是都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 1523亿的人民币的特别债 6000多亿台币 可是问题是 还款的问题怎么办 最近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 他们开始 这是云南省政厅 他发了一个原则 叫精简规范跟节简 开会不提供水 不提供笔不提供纸 而且你要尽量找 越简单的地方开会越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 连这个OECD他都在看 虽然说明年2024年 全球景气硬着陆的风险 已经降低了 可是问题是 中国目前所存在 资产泡沫破灭的问题 还是会拖累后续 中国经济的一个成长 会有金融危机吗 还是有可能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 所以怎么样能够直血 这件事情是习近平接下来 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好 刚才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本来自于 在房地产地方 债务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 这个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另外陈燕焦点 我们要特别来关注 这是在台积电 董事长刘德英的部分 他在最近有表示说 预估在今年挥达 是会成为全球最大的 这个半导体公司 而且认为说未来五年 整个系统公司的成长率 会达到百分之十七 而且这当中已经有出现了 这些febless的公司 我们就要请教洪文哥 在这个产业的一个部分 未来这个系统公司的成长率 是会越来越高吗 没错 系统公司十七% 相对于IC设计公司十% 就没有金融厂的 有金融厂的只有四% 所以你很明显十七十四 这个刚好好像一个急剧这样子 不过刘德英董事长 他讲的里面我们先讲 那个他说辉达会是今年 所有半导体公司最大的 全球最大 对 那事实上其实你现在去看 他的第三季财报 跟他预估的第四季财报 已经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的确他会是第一名的 因为他第三季 他第三季的财报 营收一百八十亿美金 已经超过台积电 获利四块美金 那也是应该是赢过所有人 那他第四季还会两百亿美金 所以辉达今年很确定 应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赢过刚刚讲的什么 有晶圆厂的 没晶圆厂的 或是系统都一样 那刚刚在讲就是说 系统公司为什么是十七% 这个要说明一下 这个系统公司可能很多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很简单就是说 比如说像苹果这种公司 他他也去做晶片了 亚马逊 微软 谷歌 脸书 甚至大陆的 怎么百度 腾讯等等 他们都真想去投入 他们都去做了 去做半导体 去当然很大一部分 都在做AI晶片 那这些公司叫做系统公司 所以系统公司的成长率十七%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过去这些公司 做的比较少 那所以他基金当然比较低 那所以现在一堆 一堆人都跳进来做了 那苹果当然他基金很大 因为苹果是台积电 二十六%的那个 那个营收的占比 他很大了 可是其他也都跳进来 所以十七%这个比例很高 所以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像亚马逊跟微软 最近都在推AI晶片 你看微软也也推了一个 速度是四倍大的 那微软也也这个推了两款 他要自己用的 切的GBT要用的 就是应该说open AI要用的 那这个晶片都是在台积电下单 所以刚刚在讲 系统的这个成长十七% 其实最终最受惠的就是台积电 那你讲回来 我看到最近就是挥达 黄仁勋又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美国要花十年到二十年 才能够真正摆脱海外的依赖 其实他在讲的就是说 美国的制造我们台积电不是去美国投资了吗 三星也去了 英特尔在那里投 但是问题是你要花十年 美国才有可能这个制造会上来 然后才能摆脱海外的依赖 那他讲的海外依赖基本就是台积电 因为过去美国的这个IC设计规模很大 大部分都是仰赖台积电或者是三星 这种代工公司 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十到二十年 我相信因为美国不是一个 做半导体制造一个好地方 成本太贵 那接下来这个台积电的 其实他的那个速度也是delay的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就是说 美国要摆脱 我相信黄仁勋讲的应该是对的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说到这个 全球的CMOS影像感测器 CIS的这个二哥 就是三星在最近 他们已经开始发出这个涨价的通知 而且这个涨价的幅度 我要请教红文哥达到25% 这代表其实手机产业 现在是真的已经开始慢慢在复苏 库存也几乎都是打消了 是是 我想三星是CIS里面的二哥 第一名是Sony 第三名是大陆那个公司叫OV 那三星当然也是很代表性 那他这样一调涨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其实这个行业 其实已经到了 第一个库存已经慢慢的就消化掉 那第二个就是说 市场的成长也要开始上来的 那刚刚讲到手机 因为现在CIS的用途 六成在手机 所以手机其实当然是最大的市场 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 手机其实经过这两年的库存的调整 再加上那个销售也都减缓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明年的成长性是有的 那更重要的是 其实是CIS的用途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汽车 那汽车的用的这个CIS 你知道现在汽车都是每一个都要有感应 这个要看你四面八方的这些环境 那CIS的用量其实是增加很多 所以有一个报告是在讲2020年到2025年 那个手机的CIS的用量是6%多而已 可是汽车用量是33.8% 大概是五倍 五倍以上 所以就是说汽车的用量越来越大 所以我想CIS的这个用途 就是因为我相信是在电动车或是自驾车 这样的推动下面 它的成长速度会很快 其实美光也是一样 在记忆体的部分 美光他们更新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猜测的部分 预期整个营业费用也是高于初步的预测 对 我想美光也是最近的这个更新 他们这一就是年度第一季 就九月到十一月 他的财测 对 那他们现在预期就是说 营业费用会高于初步的预测 但是他也看好未来的价格的展望 那他讲的一个很重要 他说二零零四年会是复苏的一年 那二零二五年会是产业创纪录的一年 那我想这样的意思 当然很简单 就是这个一年比一年好 二四年比二三年好 明年会复苏 那到后年二五年就会创纪录 是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大厂都这样子看 那我想我们我们之前已经也在这个节目里面强调很多次 就是说半导体的景气 经过从二零二年的 这个这个二零二年跟二零二三年的调整之后 其实二四二五年会是很好的年 那这个这个对很多那个投资半导体的人来讲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好 在台股的部分 我们来关注的是MSCI指数 台股权重呢 在今天就是两降一升 收盘之后呢 就开始生效了 不过在这一次 其实权重被调降最多的 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权王台积电 但台积电的股价 我们要请教信夫哥 台积电似乎是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今天尾盘其实还有往上拉高 对 其实这一次 台股的权重是一升两降 不过呢 因为他升的是全球指数 他那个金额是最大的 被调降的是 比如说亚太指数 那个金额的规模比较小 所以有法人预估 虽然是一升两降 但是呢 未来外资 要回笼台股的总体金额 反而是增加的 因为那个Global 全球资金的这个部位是最庞大的 那台积电今天尾盘 虽然他被小幅的调降了0.22% 不过今天尾盘 台积电反而是有个大量 大概2.7万张尾盘拉了3块钱 让今天的指数盘中 本来是有下跌 最后还往上拉 那当然现在投资朋友会关心 台积电未来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是现在呢 全台湾最多股民的一档公司 那其实就股价的表现来看 现在大概在570到580 那我是觉得 以台积电目前的位阶来看的话 它还是很便宜 很便宜 怎么说 我这边又给大家 这个台积电 过去5年的本益比河流图 那本益比你看 在下面蓝色这边 大概就是15倍左右 15倍 那你可以发现 之前2021年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 本益比最高 有来到接近30倍 所以15倍这个区间 15倍16倍这个区间 是在历史的一个低档区 那就目前的法人机构预估 今年台积电 大概可以赚31块 31.38 明年会直接来到37.45 而且这个不是一家的预估 这是我们把 最近有出过台积电报告的 大概120家的 本土的也好 外资的也好 把它的目标价 全部做了一个平均 EPS全部做一个平均 得出来的数据 所以如果从北益比来看的话 它现在还是相对的低跌 就是大概还是15 六七倍 那我想也不要多 不要说像当年30倍 我们就用20倍来乘就好了 所以还有空间 20乘以37 我想这个观众朋友 你手机计算机自己按一下就知道 当然我们也不要这么离谱 就是说现在各家严调机构 至少给的目标价都是六字头 现在五百七五百八 所以六字头是有机会 只要这个盘 延续到明年第一季 整个多头的架构 还能延续的话 我想其实这个是有机会的 那再来的话 最近还有个新闻 就是说 大家因为觉得很好奇 好像景气不错 可是为什么最近 传出来这个晶圆代工 特别是成熟制程 要降价 要降价 其实主要几个原因 我想应该说前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大家在抢货 所以造成那个晶圆代工的价格 不合理的飙涨 那现在这个所谓的调降 只是因为说 把当年不合理的那个涨幅 把它调回来一点点 这个我想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那内容我们就不详细数了 那以全球 这个成熟制程来看的话 其实最大的 大概还是台积电 大概有接近三成28个percent 然后联电是13%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中芯 这是大陆的 还有三星等等 那我觉得这种所谓调降 其实对于很多的 IC设计公司来说的话 是一个利多 怎么说 因为成本降低了 对对对对 成本会降低 因为之前这个 这个晶圆代工价格一直涨 他们也是很吃力 那现在价格回来了 又搭配明年景气复苏的话 其实对于IC设计公司来说 算是还不错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是以这个10月份 营收的年增率来去做筛选 就是至少要正成长两成以上 这边最低大概都有20% 20% 然后再把这个累计给它列出来 我们就找两档 个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这个叫宏贯电 这个是做类比IC的 类比IC的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10月份的营收 已经开始回温了 年增率高达300多个percent 那现在的股价 今天有一个小跳空往上 收盘时候大概涨了3个percent 不过以IC设计来说的话 它这一波并不算涨了特别多的 它离前波高点 大概接近90块 还有一点点距离 这个可以留意 那另外一个是叫这个声达科技 它已经过前高 对对对 它已经过前高 那它的这个年增率也不错 有141个percent 所以我想接下来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优先去找一些 这个在这个9月也好 10月也好 这个营收已经开始出现 正成长的公司 其实我们回顾整个11月 其实台股是大涨超过千点 接下来的这个选股策略的话 要请教幸福哥 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去锁定一些千张大户 或者是法人 我们跟着他们来进行操作的话 会不会相对是比较安心 这个真的省力很多 我今天要教大家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讲 这个资金也好 或者说筹码在谁手上 其实他就可以决定了 未来股价的走向 如果说现在筹码 特别是大部位的筹码 都在法人机构 都在大户手上 股价真的是一涨难跌 那我这边有筛选出 就是上周 截至上周 这个每个礼拜 交易所都会公布一次 所以大家每个周末都可以查一下 我们都会固定做这个功课 它是分为千张以上大户 就是单一户头 持有这档客股 一千张以上 然后四百张以上 跟一百张以上 你看到能一支股票 买到一百张以上 即便它是 两万块三万块的股票 也是要花两三百万 在这一支股票 更不要说一千张以上 都是千万起跳的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大户非常的积极 在布局这档个股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边列出来 好像最近股价表现都还不错 然后我们还加了一个 非常严苛的条件 就是用昨天11月29号 外资跟投信还一起买的 那就代表这个 不只是大户的筹码好 连法人的筹码都还不错 还不错 好那这边这张图 这边有华太新兴 华通智元 同情店 易龙 台办 新唐 瑞玉 光照 大力光 环球金 大概列举了 大概接近10家公司 大家就可以自己做个功课参考 那我就简单举几档 直接我们来看它的K线 还有搭配这个大户的筹码 来去做观察 比如说这边 这个上周 以华太来看的话 其实它最近这两三天 股价很强 到今天已经算是连三红了 昨天跟前天都涨停板 那前面一段时间 你看人家大户 已经连续吃货三个礼拜了 这边千张 400张 100张 100张以上 因为之前它就是 一涨隔天就开高走低 一涨它要走低 所以散户一定会很没有耐心 所以是散户在吗 对啊 你看这个最下面是10张以下的 你看就越来越低 为什么 因为不耐久盘 散户就说 这支股票怎么这么磨人 这个都不会涨 可是没想到 磨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它就冲出去了 因为人家吃货吃够了 人家就开始拉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新兴 这个就刚好位阶比较低 而且它的筹码是 最近开始明显的变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千张 400张 100张开始增加 然后一样散户开始 这个上来它就卖了 所以能不能出现 类似像滑胎这种 就是第一周 第二周第三周 开始明显的增加 当然对它未来股价推动的 这个涨势会更有利 那最后我们再举例一档 是这个细晶元的环球晶 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之前真的 好牛好牛好牛皮 就在550块这边 好像一条线 那都不会动 可是呢 人家就是默默在吃货 也是一样 你看 一千张 也都是大户 连续连续吃货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礼拜 然后散户就是 没耐心 倒不住 都不顶不动 跑去买其他的股票 然后整理完之后 突然在这两三天也开始急拉 那前天的话 甚至一度盘中快要拉到涨停板 所以提供这个方法 就是大家或许基本面不是这么熟 但是我想法人买大户买一定有它的逻辑 我们就跟着这些大户 跟着这些法人一起呢 如果行情还不错的话 我们就搭着他的顺风车 可以去操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我们说这几年诈骗越来越猖獗了 那怎么样去防诈骗 帮公司赚进高额的获利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